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事段的明镜快点 先为大家带来今天早上的消息 香港警方在10号时公布 要设立10条反暴力爆料热线 经由WhatsApp接收涉及暴力的匿名爆料 其中包括了资料、相片、录音提供的渠道 希望市民能够和警队一起止暴治乱 但是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指出 WhatsApp今天早上移除了5条警方的爆料热线 而目前全部10条的爆料热线 根据了解都已经暂停服务 疑似是因为近期有大量的网民向WhatsApp 投诉警方爆料热线违反了WhatsApp使用条款有关 而警方表示目前正在了解事件当中 下一则新闻 反逃犯条例风波延烧至今已经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长时间的示威以及警民对峙 不只引起了香港民众与政府之间高度不信任的关系 更是明显的影响了香港经济现况 还有浮现出了过去所潜藏的社会问题 路透社今天引述了消息人士表示道 中共中央打算要透过要求国企加大对于香港的投资 不能够只是视作股权投资 而是要加强决策权 希望能够解决现在的社会状况 路透社的报道又指出 一连串的示威虽然是源自于反送中条例 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年轻示威者 是不满于香港的高楼价以及缺乏工作的前进 路透社还引述消息表示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周曾经在深圳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有大约100名来自于国有企业的高层参与 要求他们要加强对香港零售业还有旅游业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金融市场 但是并没有提及更加具体的投资内容 根据路透社了解 参加了这一次会议的国有企业 包括了中石化以及招商职等等 除此之外 消息还指出 他们要求国企要更积极投资香港之外 不能够只是做股权投资 要求他们要加强对香港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化市权 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过后 反送中运动却没有销声的迹象 看来中共当局已经开始着手 要从商业层面来加深对于香港的影响力 下一则新闻 在以西方为首的国际社会中 不断地谴责新疆维吾尔族再教育营的问题 而美国方面终于通过了确切的法案 期望能够对于新疆这些违反人权的行为 达到施压的作用 根据中央社报导指出 美国联邦参议院在12号通过了一项法案 针对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作为施加压力 要求美国政府要密切监督大批维吾尔人 关押在再教育营的情况 并且考虑对负有责任的官员施予制裁 参议院一致地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将会送交联邦众议院进行表决 由于此案广受两党支持 预料渴望在众议院能够顺利通关 这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勤制单位 在六个月之内就中国政府 在新疆的镇压行动提出报告 新疆目前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 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族裔 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里面进行管理 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考虑要对镇压政策负有责任的官员 特别的是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书记陈全国施予制裁 法案的提案人 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表示道 美国早就该这么做了 应该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官员 为系统性的侵犯新疆人权恶行 以及可能违法罪行负其责任 而卢比欧是川普阵营的盟友 下一则新闻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9月12号时表示道 美国已经提醒了海湾盟国 如果允许华为参与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 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而海湾地区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 上周在访问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以及巴林期间提出了有关华为安全问题 这几个国家目前都在使用华为的设备 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国际通信和资讯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 罗伯特·斯特雷耶和帕伊一起访问了这个地区 斯特雷耶9月12号表示道 美国方面与海湾国家不仅仅分享了确保5G技术安全的重要性 还分享了应用基于风险的安全原则的重要性 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对于美国军事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巴林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所在地 而阿联酋接纳美国士兵 并且支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除此之外 华盛顿已经表示 计划要在沙烏地阿拉伯驻扎士兵 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更广泛部署的一个部分 因此 海湾地区对于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盟友 所以不得不担忧 华为可能会带来的资讯安全问题 下一则新闻 六四天安门事件 直到今天都还是中国的禁忌话题 但是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早已在中国墙外的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抹灭的历史 其中有一张照片格外的让人印象深刻 那就是在血腥镇压中 只身一人站在坦克车前的坦克人 而拍摄这一张照片的摄影师科尔 上周在印尼巴里岛离世 享年六十四岁 综合外媒报道 科尔曾经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摄影师 他透过镜头捕捉了无数的新闻画面 其中最知名的大概就是六四天安门中的坦克人 虽然科尔在上世纪90年代出了一场车祸后 宣告摄影生涯结束 晚年就与妻子搬到了巴里岛定居 而科尔生前曾经公开的谈论了这一张经典照片的拍摄过程 他表示自己当下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 成功的捕捉到身穿白色衬衫男子 以肉身阻挡坦克车队的瞬间 科尔随后意识到 记录着真相的宝贵底片很有可能会被中国当局销毁 所以他在拍摄过后便急忙地返回室内将底片胶卷藏到了饭店房间的马桶水箱中 而果不其然的公安机关就在不久之后登门调查 销毁他尚未使用的其他底片 以及拍摄了受伤示威者群众的底片 并且要求科尔要签署一份忏悔书 而当公安离开过后 科尔成功地找回了还没有被销毁的底片 并且交给新闻周刊发表 这也让他赢得了1989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奖 下一则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互动 一直让外界感到物理看花 几次谈判几次破址 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似乎也难以估计 综合媒体报导指出 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再次的表示他愿意在今年稍晚的某个时间点 再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以重启非核化的谈判 而这一番话似乎就是为了回复朝鲜在9号时所表示的 愿意在本月下旬和美国重启谈判 川普今天在离开白宫时就对媒体做了上述的回答 有多位政策分析专家表示到 川普前些日子开除了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这有可能会有助于华府和朝鲜重启会谈 但是美国试图要说服平壤 放弃核武的目标也并不会因此变得特别平顺 下一则新闻 中国近日以国安问题为由 平平地扣押台湾旅中人士 根据中央社报道指出 学者江敏青昨天在电视政论节目中表示道 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 遭到中国以国安理由积压 而海基会今天也证实了 蔡金树去年7月20号在厦门失踪 至今还没有获得中国方面的任何回应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下午发表了书面说明指出 蔡金树的亲友曾经在去年8月底向海基会陈勤表示 蔡金树在7月20到访了中国福建省玄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 他入住了厦门某一间饭店 隔天退房后就与亲友失联 海基会立即地去韩中国海协会协讯 并且透过多方管道查询 但是至今都没有获得任何具体回复 而这也成为了新的一例 台湾人履中之后被失踪的案例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